梁志英在後任行政長官的網誌上引述台灣中央廣播電台一則報道 提及台灣私人余光宗表示香港以前是中國大陸的後門 廣州深圳都是福地在英治時期有著優越的地理位置 但現在情況改變廣州深圳崛起上海更是競爭對手 香港的重要性已經不同於難戰時期 梁志英又說香港曾經以效率見稱造勢爽快利落 但近年時間荒廢在內耗上處事變得拖拉 令長期困擾香港的問題日出嚴重 最受關注的是房屋問題 梁志英說香港並非沒有足夠的土地 只是欠缺全面和長遠的規劃 他重新改組政府架構 將房屋和土地規劃工作歸納到房屋規劃及地政局 是要專注房屋的工作盡早解決住屋問題 香港文件事記者廖正文報導